东方小孙和于敏红到底啥关系 嫡系接班人 特别有意思啊 于敏红这个百亿富翁嘴上批评了一下 东方争选的CEO 称呼上用上了东方小孙 结果你看大家还真叫上了东方小孙了 人可是上市公司的CEO 那这两者他们俩是啥关系呢 一句话 嫡系甚至可能是第一情形 没啥概念对吧 来先看一个东西 作为上市公司的CEO 孙东旭共拿了1639万 包括薪水90万 绩效400多万 然后股票收入1000多万 这是22年的 然后也就是东方争选 刚刚有起色的那一年 做了一年啊 有半年赚钱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21年的 那时候东方争选还没有电商 更多的时候是做教育 很尴尬的是 因为21年教育一刀切 对吧 新东方旗下的这个公司业绩 也就不行了 但是小孙依旧拿了1049万 就这我怎么还好意思 称呼人孙总为小孙啊 不行啊 再看一个新闻 套现了两个亿 好的我不称呼小孙了啊 孙东旭孙总 所以啊 这里大家大概 齐的明白了 为啥很多人会骂孙东旭了 是吧 一个一年拿着1000多万 而且拿着2亿多股票的人 你竟然在发言的时候 把东予辉的收入过千万 这个事拿出来说 对吧 孙命红一年能给他那么多钱 对吧 好 不仅仅只是有 他一个人拿到多少钱 那个新东方有好几个呢 都能拿到这么高的薪水 但是如果你拆解 这两年新东方的业务 你就知道 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一个小细节 大家知道东方真选 原来叫什么不 新东方在线 在香港上市的 那就有意思了 新东方其实最早在美股上市的 中国的教育公司 这一段其实在电影 中国合伙人里 就用重笔描述过了 那这个新东方在线是咋回事呢 如果你把时针 拨回到四年前 中国的教育市场已经变了 对吧 原来是新东方的模式 更多的是线下课 但是呢 慢慢的线上的市场 也变得越来越大了 而且从当年学英语 考研 变成K12的教育 学校师 原辅导 跟随学 作业班 一个比一个狠 一个比一个烧钱 对吧 那新东方江湖老大 咋的啊 我烧不起钱啊 我也打广告烧钱 但是我不能只烧自己的钱 而且这个业务吧 短期看赚不到钱 嗯 废话呢 天天烧钱打架 能有理论赚钱吗 对吧 那我就把这个业务 从新东方剥离出去 一方面呢 可以从股市容易比钱去烧 又不影响新东方的财务报表 肯定啊 你把亏损的业务都拿走了 那这个业务就是K12的 在线业务 烧钱的业务名字叫做新东方在线 说白了 在那个时候会决定 新东方未来的方向和生死的 就是这个新东方在线 那你要是余命红 你会选谁去干呢 一必须是自己人 二必须是自己人 三必须是自己人 没毛病 对吧 能力多的人很多哈 但是自己人 而且完全嫡系可控的自己人 并不多哈 别诱我开玩笑 那你以为呢 新东方这么多年 从最早的合伙人 到后来高途的老总啊 都是从新东方出去创业的 这些其实也说明了一些东西 最后选谁了 孙东旭 而在主管新东方在线之前 孙东旭已经在新东方 坐上了副总裁的位置了 大家来看看 一个从2007年大学毕业 就进入新东方的人 后来扎根新东方合肥校区 一直做的校长 能力怎么样呢 靠谱吗 请看 他真正管合肥校区做校长 是从13年的10月 到16年的4月 那业绩呢 在新东方的官网上 关于合肥校区 有这么几个数字 从06年开业到14年 8年一共培训学员 20万人次 这个时候孙还不是校长 但是你再看下去 我去 什么 14年才20万人次 到了16年5月 就已经50万人次了 咱说人话 就是两年多时间内 我比你过去8年 干的还要多 对吧 而这两年就是孙在合肥 做校长的时候 发现了吗 嗯 我就问你 你要是老板 对这个员工 你怎么看 哎妈呀 踏踏实实在一个地方 待了八九年 勤勤恳恳往上走啊 而且还是名校毕业的啊 南开大学毕业的 可以啊 那所以你就发现了 到了16年5月 他成为西北区域的总裁 新东方西北区域的总裁 同时还是整个集团的助理副总裁 那换句话说 就相当于封疆大力的同时 还在中央挂了一个钥子 那一年孙东旭30岁 你们就平平30岁啊 孙总牛啊 绝对不是一般了 好 那更神奇 以及更能体现他能力 以及于敏洪看重的事 来了 2018年底 新东方在线开始启动上市 那谁来挂帅呢 可能这个时候 于敏洪心里就有意用孙东旭了 但这个时候 我们的孙哥才33岁啊 你这也忒年轻了吧 对吧 而且还是在教育行业 那就没有过这么年轻的上市公司CEO呢 所以于敏洪就先选了孙畅 站在前台顶一下 就这位姐姐了 我为什么要说先顶一顶呢 很简单 新东方是19年3月底上线的 还不到半年时间 孙东旭就已经被认命为一把手了 大家可以看看 所以你想想啊 在于敏洪心中 这个东方小村是不是自己的第一期 对吧 才34岁啊 旗下代表未来的上市公司和业务都给他了 你平 你细平 我们再来看看新东方30周年的合影 于敏洪在C位 他旁边一个周成刚 也就是新东方集团的CEO 一个杨智慧公司的执行总裁 财务老大 周成刚旁边就是孙东旭 要知道周成刚到新东方都已经20多年了 地位和资历仅属于于敏洪 当然了 年纪也50多了 是吧 据采访呢 当时30周年的时候 董宇辉被拉上去唱歌 也是周成刚拉上去的 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 所以你琢磨琢磨 到底孙东旭之于新东方之于于敏洪 是啥定位 啥关系 这样也就能理解他在整个世界里面的行为了 包括说为啥他现在被骂得这么惨 是不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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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